杨先生爱女儿的心让她变得盲目 让她忘了靓丽而行 王女士依然觉得问题不大 毕竟结婚之前对于经济双方都有过约定 她相信杨先生能够解决好 可是就在结婚后的第一年过年时 杨先生就向王女士开口了 她约就要去福南外婆家过年 要去的话呢 那杨先生他手上没钱 他就开口给我 要我拿个两千块钱给她 我就问她我送你也有工资啊 难道你这点钱都没有吗 我又看到她那个样子 我心里就很过意不去不给她 我就给了一千八百块钱给她 她就带着约回老家过年去了 因为我一个月的工作那时候才三千多 三千多因为小孩子 到过年那时候 她要这里要哪里 我自己取费坐车的钱 我所有的孩子我都是投在小孩身上的 当时你们有这个约定在线 就是各自管各自的孩子 那当时你去问她要这个钱 但是我知道有约定 后来我说如果这么的话 我说你你什么东西都是计较你 我计较我 但是我说我们两个 这样的反应是不好的 我跟她这么说过 因为我也是没钱 我跟她讲过的 我当时是没钱的 就是用小孩的付养费 在那里支撑过日子 学费生活费保证金 女儿出国的费用一笔接着一笔 让杨先生压力很大 虽然婚前有过约定 但是杨先生向妻子王女士开口时 心里是觉得理所当然的 因为在妻子的生意需要钱运转时 她曾是多次施以援手的 她每原来到每一次要钱的时候 她找谁都不要借钱 只要我去借钱 可是当她有求于妻子时 王女士却是这样处理的 当数额不大 只有几千块钱时 她会替丈夫解决 可到数额比较大时 她就表示自己实在无能为力 我当时是没有钱 我只能这么做了 然后她当时就骂我嘛 说我太金了 那么既然妻子给不出钱 杨先生何不考虑自力更生呢 回想起她找王女士的初衷 可不是看中她的钱财 而是提出希望能一起奋斗做生意 那么在生意场上 杨先生打开了局面吗 对于她的表现 王女士是这样评价的 在生意上她没有数字 经常说一些不做编辑的话 然后她就跟一些朋友 也是说我想起口门 那然后她呢 就自己没有决见 就跟人一条心 她说我是骗他们的十万块钱啊 那别人就想到你老公 都这么不相信你 都说你是个骗子 那别人就天天追着 我要十万块钱 那跟人就说 来到厢茫府去 去捞去 他就带头去了 做生意的人 十个人中间十一个骗子 显然夫妻俩在生意上 并不齐心 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分道扬镳 可是杨先生并没有放弃努力 就在今年 他筹准了一个项目 提出让妻子投资 他单干 这一次杨先生能打一个漂亮的翻身章 2016年12月份 他说北京有一个什么手机膜 就是纳米细细的手机膜 放到水里面去可以打电话 可以接电话的那种 他不跟我做 到外面去跑了 那个生意难做 他赚不到大钱 我赚得小钱 他说老婆你帮我最后一次吧 你要做你就要坚持 一定去做 他说好的 我肯定要做好了 那个手机膜机器 跟他快递到了清远之后 他说我还陪着他 去做了半天的生意 结果以后他承认就不做了 他整天就是说 以手机膜的生意 要到海边去找人 又说要到漂流那里去 又到温泉那里去 冬天的时候 他就说等到漂流了 夏天了漂流再做 现在夏天了 又说要等到温泉了再做 一次都没做过 那最后这个钱不就是 这个钱就打水漂了嘛 我就下一个结论 就是我觉得他不适合做生意 不要做了 以后我也再会帮你了 他就说我看不起他了 我说我不是我看不起他 看不起你 而是你做什么生意 都没有恒星 说我不帮他 说我见死不救 我说我帮了你好几次了 我就是你是个一堆 那你我扶不起来 我没办法了 我现在我只能保我自己了 我现在要做的话 还可以做啊 不是可以啊 那为什么不做呢 我真的我不是做生意的 让我现在我承认我自己 后面突然 我的外生女 他说那你拿到少爷来 我给你熟了 我再一口也你跟我熟了 做了两台鸡 就把两台鸡做坏了 我说那你这不要做了 我说你不要约住 到时候赔钱赔得多 明白 所以就放到那里 我说那你记得定了吗 我说那你不要约住 我说那你把这个约住 你用你冰好 你是这个